大家好,我是黄宗泽,你们正在收看的是ImagineTV 如果小时候没有被心态看中的话 我想我应该去当厨师 对,因为很喜欢煮东西 西餐、中餐我都学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吧,看一看 我也现在不能说 但我自己开了一个西餐厅 就意大利菜、法国菜的 其实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不是太活跃 但只是有一次在台上那个Drama Drama Cup表演 就比赛 对,就只有一次 然后很幸运的 就一帮同学拿了那次的冠军 我还是反串 做女生 其实我的朋友,我的band都知道 我的监视都知道我有一个录音室恐惧症 就是在外面怎么唱怎么唱 练习都没有问题 但一进去好像就有一点不太自在的感觉 所以他们都说我有这个症 然后最搞笑的是 因为我很喜欢用My Stand 所以在录音室里面 他会准备一个罐子 给我拿着 他说这样表演比较好 其实演戏跟唱歌也喜欢 因为我觉得是给你不同的满足感 因为演戏的时候 就你可以演不同的人 然后人家会相信你是那个人 然后唱歌的话 我比较喜欢On Stage的感觉 因为好像跟大家一起开一个party 所以我很喜欢很喜欢那个感觉 每一次我在台上都是抱着一个 跟观众一起嗨 一起开party 只要你这全心全力去演出的话 我相信是观众是感受得到的 没有以前学过一点点 但好久没有跳了 就太好像都硬了 有学过一点点 但可能以前拍古装戏啊 拍打戏多了 受伤的地方也多 所以有些太难度的动作 我做不了 因为怕弄到没有旧悍 如果在网上买东西的话 shopping的话 就要hold住一下 因为你选完之后 可以放进那个卡里面 先不付钱 然后你过了一两天 还是很想买的话就买 因为我以前就是 一看见就买了一枪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而且买回来的东西很多都 有一些是觉得不太需要 有时候买回来衣服 甚至是没有穿过 这一次来新加坡表演 我也带来一些新的感觉给大家 因为可能以前听过的 我是唱一些 比如说情歌比较多一点 但是这一次完完全全是不一样 完全是有一些歌你听过 但重新变过 有一首歌是从来没有出过来的 所以就会往这个方向 这其实我这边是我们一起在录音室 一起去玩 一起去唱歌时候认识的 就慢慢慢慢走在一起 每一次演出他们都会给我很多意见 这一次很幸运 就我们这边也可以一起过来 做我们第一次的演出 字幕志愿者 杨 om 杨 mesmo 杨也和 Christianit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